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HIV感染的临床过程。 首先,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概念,那就是HIV的感染不等于艾滋病。 HIV是导致艾滋病的病源,但是并非每个被HIV感染的人都患有艾滋病。 艾滋病是HIV感染的终末结果。 那些感染了HIV的人可能看起来很健康,但是仍旧可以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CD4阳性的T细胞是HIV感染的主要靶细胞。 T细胞的表面表达有大量的CD4分子和CXCR4渠化因子。 HIV就借助于GP120和细胞进行结合,继而GP41借导了魔容和效应,使得病毒迅速侵入宿主细胞。 HIV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来损伤CD4阳性的T细胞,最终造成以CD4阳性T细胞缺损为中心的严重免疫缺陷。 在临床上可以将HIV的感染过程分成了以下的4个阶段。 急性感染期指的是HIV感染机体后开始大量的复制,侵入血液循环,导致病毒血症。 所以,这个时候,患者可以出现发热、咽咽、关节痛、淋巴结肿大等等症状,一般来说会持续两到三周,进而自行消退。 这个时期,HIV的抗体通常在感染4到8周以后才能在血液当中解除。 但是,感染者的血清当中会早期出现P24抗原,可以作为早期诊断的指标。 2. 无症状的且负期。 这个时期,感染者没有明显症状,外周血中HIV抗原的含量很低,甚至解测不到。 只有少量病毒在细胞内低水平地持续地复制。 而大部分的HIV以前病毒的形式整合在宿主细胞的染色体上。 这个时期持续6个月,甚至数十年。 但是,我们要知道,且负期不是静止期,并不是安全期。 这个时候,病毒在体内持续存在,而且持续地复制。 从而导致CD4阳性的T细胞在不断地死亡,使得CD4阳性T细胞的数量逐渐下降。 这个时期,机体里边的抗体会持续呈阳性,患者的体液也具有传染性。 第三,艾滋病相关综合症期。 当机体受到某些因素的激发,HIV在细胞里边开始大量复制,并且造成免系统的进行性的侵害。 所以,患者,他们会出现发热、倒汗、疲倦、慢性腹泻等等这些症状,而且常常会合并、机会性感染。 这个时期,患者也是具有传染性的,患者体内的抗体也会持续呈阳性。 四,艾滋病期或者是免疫缺陷期。 这个时期,患者容易发生各种的机会性感染,比如结核、胖疹、卡式肺包子菌肺炎等。 也可能会出现恶性肿瘤,比如卡包肌肉瘤、淋巴瘤等等。 同时,也会出现神经系统的异常。 40%至90%的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包括HIV脑病、艾滋病痴呆综合症等等。 图中给大家诚释的是艾滋病时期白甲丝酵母菌所导致的口腔粘膜白斑样变和单重炮疹病毒二型所导致的生殖器炮疹。 艾滋病的五年病死率约为90%,死亡常常发生在临床症状出现以后的两年之内。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患者血清抗体扬转以后,Cd4阳性T细胞的塑料的下降和艾滋病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 在健康人的血液当中,Cd4阳性T细胞的数量通常为每微生1000个。 当Cd4阳性T细胞的数量降低到每微生200个以下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危险信号,病毒的低度迅速增高,而机体的免疫因达会出现崩溃。 在晚期艾滋病患者的体内,它的Cd4阳性T细胞可以到达50个每微生以下。 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患者需要定期地去检测Cd4阳性T细胞的数量, 以便能够及时了解病程的进展。 HIV感染的不同阶段,临床表现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但是各个阶段均具有传染性, 所以高危人群应当定期地进行HIV感染的检测。 好,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